就在近日,网络上优晒出了王思聪的最新动态照,而且在最近这段时间当中的王校长,似乎又有了新的女伴,因此让这样的一条消息,纷纷引起了不少网友们的好奇和关注。 在网友分享出来的照片中,王校长在当天的打扮十分随意,就身穿了一件简单的白色T恤,以及搭配一条灰白色的中裤跟休闲鞋。 而他在头上却用束发带,将自己的头发给束了起来,以及佩戴着一副十分酷气的墨镜。 并且他在自己的肩膀上,还背着一个白色的大包包,让整个人的打扮,看上去就像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男孩子一样。 不过他在照片中,却与其他的游客们一起去体验了那些游乐的设施。 他的这一个举动,让他看上去一点都不像是身价不菲的人,而且还给别人一种十分亲民的感觉。 因此不得不说,这一位备受了不少网友们都关注的王公子,没想到他还会有这么低调的时候。 而当网友们,在看到了王思聪的这几张最新近矿照之后,纷纷在留言区热议了起来。 有的人先是调侃说到了,原来大名鼎鼎的王思聪也得排队啊。 而下面的一位网友,则是回复了他,说到了要排的,没有看到那大包小包的吗? 然而其他人则是调侃的评价到了,难道他还挂着VIP吗?都不用排队的呀。 但最下面的一位网友,却直接这样评论到了,麻烦你们都仔细看一下吧。 他是挂着VIP的,因此他不用排队。 不少的网友们对于王思聪的这几张录透照,都纷纷拿着他的VIP身份在调侃。 然而平时经常有关注王思聪的人或许都知道,其实在之前的时候,他也曾被晒出过现身游玩的照片。 只是在上一次的被拍摄当中,王校长当时的身边是有美女相伴的,而这一次却没有。 并且在之前的照片中,王校长还对身边的美女十分体贴,直接蹲在地上为对方拍摄美照。 然后在那个过程当中,他的衣服都落在了地面上,他也丝毫没有去在意那样的细节。 不过在当时的王校长,他除了给身边的美女拍摄外,还在自己的肩膀上,背了一个黑色的小包包,估计也是那个美女的随身物品。 因此从王思聪的这个小细节看上去,他在对待女孩子的时候,整个人还是非常有绅士感的。 但是这位在对待女孩子非常有绅士感的王思聪,也喜欢经常在深夜当中,带着美女们到处去嗨。 记得在前几天的时候,他还被其他的网友拍摄到了,深夜带着两位漂亮的女伴,健身与某饭店的照片。 他在当天晚上的打扮,身穿了一件黑色的T恤和黑色的裤子,整个人打扮还是一如既往的休闲随意。 不过当他从饭店当中走出来的时候,身后还跟着两位长相十分漂亮的美女,他们边走还一边说着笑,那种氛围看上去十分的浪漫。 但是当仔细看上去的时候,在那两个美女当中其中一个,手里却拎着一大袋的东西,并跟在王思聪身后,笑得十分开心。 不得不说,作为一个被网友们誉为国民老公的王思聪,他的小日子一直都是过得十分的滋润。 而且即使他在最新的这一次亮相当中,虽然只有他自己一个人在玩耍,但从他过去的每一次被拍摄当中,都是有着不同美女相伴的那些经历来看。 只要是他愿意的,那么他身边就会随时都会有着不同的美女在陪伴他。 那么,在你的心目当中,你对于这一位身边从不缺少美女的王思聪,有什么不同的个人看法和评价呢? 然后让你努力回来,然后让你努力回来,你都可以让我努力回来。